我国经济大崩溃 爆料说政府明年没钱了 中共地方政府组团送中企去越南建厂 广州再爆抗议更多猛料披露 台湾官员说中共收买黑帮抗议财英文 坐普京好友转账巨款 四位银行家遭定罪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 我是林欣 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31日 礼拜五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二年 由于西方国家制裁的影响加剧 目前俄罗斯的经济开始出现崩溃迹象 甚至连俄国政府的财政收入 都面临岌岌可危的风险 近日有权威消息披露 俄罗斯政府明年就将出现现金枯竭 彻底没有钱了 对此观察人士直言 可以说现在俄罗斯的好日子已经结束了 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 美国华谊监日报本周三报道 去年俄乌战争刚开始的几个月 由于石油天然气价格上涨 俄罗斯获得了一不意外之材 但现在石油天然气作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已经失去了主要客户 劳报对美元从去年11月以来 已经下跌了超过20% 而实体经济体重 由于年轻人被派往前线 劳动力萎缩 商业投资受到不确定性的压抑 此外报道还提到 根据俄罗斯央行前官员 阿里山德拉·普罗科·彭科近期预测说 俄罗斯经济将进入一段长期的倒退 财政收入不足 将使得政府更难以平衡 不断膨胀的军费开支与补给 和社会福利支出 除此之外 俄罗斯材料大亨亿万富翁 奥列格·德里帕斯卡 日前警告说 俄罗斯的现金即将耗尽 并直言明年就将没钱了 现在急需外国投资者 与此同时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致富的高级研究员 马尼亚·金沙纳还指出 尽管俄罗斯在短期内仍有一定韌性 但其长期前景是暗淡的 莫斯科将更加封闭保守 并将会过度依赖中共政府 而这种暗淡的前景 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普京去年头下了一个错误堕注 即他认为自己可以利用俄罗斯的能源供应 来限制西欧对乌克兰的支持 但之后的实际情况却是 欧洲各国政府非但没有减少对基辅的支持 反而迅速行动起来 并且找到了新的天然气和石油来源 现在对欧洲出口的大部分俄罗斯天然气都已经停止输送 对此专家指出 俄罗斯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周边的欧洲市场 并随着其他西方投资者的撤出 莫斯科正变得越来越依赖北京 而这样可能导致莫斯科长期以来一直担忧的事情成为现实 即他成为由中共主导的经济殖民地 俄罗斯经济开始走向崩溃 另外,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向本台表示 俄罗斯的经济危机在进攻基辅失败之后 他其实就已经注定了 因为战争一旦进入到长期化 俄罗斯在如此全面的制裁之下 他是很难支撑庞大的军事开支的 俄罗斯的经济危机他会造成三个结果 其一就是他在俄乌战争中面临着 军事资源即将浩揭的困境 一旦战争出现溃败 有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政局都发生动荡 其二就是普京的经济危机 促使他不得不更多的依赖中共 而中共也可能反过来利用这一点去强化自己的主导地位 那就有可能会引发两者之间的矛盾激化 其三就是中俄经济捆绑的加深 势必将中共越来越深的拖入到这个战争泪潭之中 它可能会导致西方联盟对中共的制裁与对抗加劇的 最终会促成一个新冷战的架局 进一步的形成 中国网友在微博爆料 自己出席中国三私企业赴越南投资论坛 听到竟有地方政府主动找越南地方政府谈判 自土腰包要买地建工业园区 将中企组团送到越南设厂 网友直言 就算中共政府不主导甚至抑制企业外迁 这些企业也会以各种原因出走 那不如将要出走的企业困起来 和越南地方政府谈团扣架 到时候这些企业去到越南,还是落在自己手里的工业园区 收不到税还能收租,总被彻底人去留空好 中国网友奉茜说 国内员工也运过去嘛,是什么产业? 现在就业压力大,产业迁移太多的话,当地交不到差 还有人罵这些地方政府败家 其实,中企赴越南投资已有多年 今年因为国际订单缩减 中企赴越南投资的状况更明显 直至2023年2月20日 中国对越南总投资是236.7亿美元 投资案高达3617个 其中2月,中国对越南投资3.41亿美元仅次于新加坡 新投资案件45个 资金大都流向纺绩、制鞋、化铅、抗业等众多领域 资金大都流向纺组 资金大都流向纺组 建筑物的条形走廊内 首举白纸 资金大都流向纺组 资金大都流向纺组 资金打折让利不是特别合适 要求恢复正常租金 迫使租户要是按照他们的方式来 要是离场 中午2点警察来了 30日,本台记者撥打了多个天鹤城商户的电话 都没人接听 顾先生在港州报行街经营着一家商铺 他对希望之声说 天鹤城现在生意都不好 天鹤城还是港州打造的一个名牌 就是疫情风控这几年非常难以经营 因为亏了几年了 而且现在刚刚好了一点点 原来不赚钱 但是我坚持希望能够好转 但是现在稍微有一些好转 房租就又升了 谁能够经受得住呢? 等于又没钱赚了 顾先生说,现在港州整个经营气候非常差 商场类的基本都关门了 包括很有名的王府井百货 民国时期的老字号13行 还有一些大型的服装鞋舞批发市场都关门了 他所在的报行街上 以前旺到看不到店面转让的信息 现在很多铺面空置在那一年多都没人民进 港州原来的经济非常好 现在的财政自给率达不到80% 因为他原来主要就是扣外贸 批发经营整个港州市 现在都没了了 现在剩下的都半死不活的经营住 很多铺面事实上完全没钱赚 3月27日起 中共降准0.25个百分点 二元刺激来需提振消费 然而失业潮却持续蔓延 没有失业的薪资待遇也大幅下降 顾先生说 很多城市的公务员都裁员了 他们港州公务员比其他城市更好一点 没有裁员 但都降了身 百多都赚不到钱就不敢消费 那主力消费群就没了了 现在就是在低层不断的往上挖掘 真的压力越来越大 全国都是这样 这样的样子 银行的储蓄不断的增加 失业率不断上升 亏损不断在企业当中流行 所以没希望了 台湾国安局长蔡明燕30日证实 根据美方提供的情报 中共以每日200美元收买客帮分子 29日在纽约 向过境美国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抗议 至于蔡英文返程在洛杉矶过境 预计和众议院议长马卡锡会晤 蔡明燕预计北京的反映 不会比去年8月的时候佩洛西访台激烈 请提报导 在台湾国家安全局长蔡明燕 星期四前往立法院国防和外交委员会报告 立委关注焦点集中在蔡英文出访行情 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质询蔡明燕 是否知道中共政府收买黑帮分子对蔡英文抗议 蔡明燕说 已经收到相关情报 但因为支付抗议费用太高 北京已经缩减规模 蔡明燕说 这次中共动员相关的团体力抗争 是有给他们费用的 一日200美元不包食素不包交通 因为要付钱 所以他们也考量到经费 所以他们的抗议重点就放在29日 蔡明燕说 美方会将相关的情资即时给我们来分享 也提醒我们 在安排相关的行情要注意到 可能会有抗议活动的干扰 第二点 他们也会针对相关抗议 有没有依法进行申报 他们也会来审核 包括可否使用抗音器等等 美方都会做必要的管制 而且也会让相关的抗议 不会干扰到蔡英文的行情路线 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则信重点 集中在蔡英文回程在洛杉矶过境 预定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 江启臣信文蔡明燕 中国已提出如果两人会面 中方必将采取措施坚持回击 国安局预期中国会有什么强烈反应 蔡明燕说 我们认为中共这一次可能采取的举动 应该不会像去年8月佩洛西议长来台湾那么大 主要原因在于 这次总统过境美国过程中 去回见了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他是在美国回见 和美国议长到台湾来的政治复杂度没那么高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 在周四的例行记者会中 回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批评蔡英文出访 是製造问题挑起事端事表示 总统出访过境都是依照惯例做安排 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与国际上任何友好国家交往互动 是正当且自然 任何国家无权致贿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好友罗德金 获得四名银行家协助 透过瑞士的银行账户 转移数以百万计的瑞士法郎 这四人在30日 都因为在财务交易的时候 没有进职审查而遭到定罪 请看报道 路透社报道 瑞士银行说 大提琴家罗德金是普京钱包 她也是普京奖女 馬利亚的教父 今天遭定罪的三名俄罗斯籍 和一名瑞士籍银行主管 曾协助罗德金在2014至2016年间 将数以百万计的瑞士法郎 传入瑞士的银行帐户 四人今天在苏黎世地方法院被判有罪 处以合计74万1千瑞士法郎的罰金 换期两年执行 根据瑞士的报道规定 四人名字无法公开 在瑞士 如果帝约方身份存在而累的话 银行有义务拒绝或终止商业关系 对于这行判决 四人的服务单位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称 四人都会上诉 二人 Schmidt 多数人一定为了